到老有不上啊对不对 哪有不上当的 吃一切打一阵嘛 后来这不养车不挣钱嘛 我俩就开始搞批发 往小店送批发 送完批发子 我一直在搬道 走搬道 他跟我提出离婚 他说那咱俩礼拜一上法院吧 我跟你过得太累了 咱俩离婚吧 当时我的心就特别特别地难受 因为我那个眼 眼泪都在眼圈里转着 因为这句话不应该是他说 后来我就是引气吞声 我就说了他就要回家 反正也就那么地儿了 当时我也想孩子还小 家里还挺 活还挺多 事挺多的 最后有一年嘛 闹得最严重的时候 我俩吵架 真闹上法院离婚期了 为啥呀 就是因为他老走 老也不着家 有时候一找他 有时候还找不着他 孩子弄家 我还小 我弄家我就找他去还得 法院问他说 孩子得自己说了算 孩子跟你们三个跟谁呀 他说你们三个小点小 说的跟我妈妈 我说的那个妈妈养不齐 你们三个 我说你跟你爸一样 你爸养上你吧 三个孩子谁也不跟他 完了 说那你们不要我 我们三个当流浪汉去 就是一听 我就一听说孩子当流浪汉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 特别难受的 是谁起诉的当时 我起诉的 过不下去了是吧 对了 我后来行行 作为一个母亲来说 不能让孩子 我当流浪汉去 最后孩子没有妈呀 你说呀 孩子万一学坏了 怎么办呢 后来没招了 我就回家 我起诉费我都交了 我就领着孩子回去了 我就耐求到现在 那次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 因为他实在实在太气我了 他干嘛了呀 除了不招家之外 不招家 家里什么事也不管 所有的活 那些所有的活都是我干 你给他外边整个车 他也拿不够钱了